那就再说一个网红 95后浙江女孩钟野棠带着她的民族服饰红了 独龙族 怒族 纳西族 随着音乐节奏的变化 视频里每三秒切换一套服装 十分吸睛 变装女孩钟野棠高中毕业后出国读书 本硕学业皆在美国完成 她提早三年攻读完所有课程后回国创业 专注于做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视频 这些民族服饰都是她自己设计 找厂家制作完成的 为了保证民族服装的准确性 她查阅了大量资料 她梦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黄金矿工 用自己有限的力量挖掘传统文化故事 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了解中国